好,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 这个,我先来看第二段的第一句话,咱们看屏幕 That the equipment of modern camping becomes eerily more sophisticated is an entertaining paradox for the cynic a bright promise for the hopeful traveler who has sworn to get away from it all 这个先看前面黄颜色的 前两行这个黄颜色的明显是由That引导的一个逐语从句 它在剧中做真正的逐语 逐语从句放在剧手的时候,这个连词That是绝对不能省略的 为什么呢?很好理解 如果你省略这个That,那么你放这出现这句子是主句还是从句 就乱套了,就不好辨认了 所以这That不能省 就是当代的露营的设备一年比一年变得更高级更先进 这个事儿,这是主语了,对吧?怎么样呢? 是一个有趣的悖论 entertaining就是很好玩的,有趣的这么一个悖论 后面的For the cynic是壮语 对谁来说呢?对这些愤世嫉俗者来说 愤世嫉俗的人来说是一个有趣的悖论 这个The cynic不是指那一位愤世嫉俗者 这是李老师多次讲过 单数名词前加进冰冻子弹 既可以特指也可以类指 前面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人 所以不可能是特指,一定是类指的 就这类人,愤世嫉俗的家伙来说是一个有趣的悖论 是什么呢? A brighter promise 这是跟前面的entertaining product并列的 是什么呢?是一个更光明的前景 对谁来说?对那些充满希望的旅行者来说 这个The hopeful traveler 也是表示类指这一类 就是满怀希望的旅行者 什么旅行者呢? 后面who到巨末 这个黄颜色是定于从去修饰这个traveler 是什么呢?就是发誓一定要过一个彻底放松的假期 这些旅行者来说 就是希望要过一个彻底放松假期的旅行者 是一个光明的前景 这个Gateway叫度假 Gateway from it all 就过一个彻底放松的假期 这个在前面咱们说过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 这是复习 好 我们看看里面的一些细节 第一个就是再次复习 主语从句如果放在句手 前面这个连词net是不能省的 因为如果省掉之后 我就不知道是主句还是从句了 这个知识在24课见过 咱们再复习一下138页第八行 138页第八行 他说net all great art had this power of suggesting a world beyond is undeniable 这里也出现了 主语从句位于聚首 那么前面这个that不能省 省掉之后 我不知道是主句是从句了 主语从句位于聚首 连词net都要留下 那么后面这是early 看后面再回到句中 becomes eerily more sophisticated 这个early early注意 在本文中是复词 但他自己用它当形容词来用 所以early有两个词性 第一个叫每年的是形容词 第二个叫每年当副词来用 相当annually 本文中是副词 因为需求是后面那个 yearly more sophisticated 它是每年都变得更高级 这是当副词来用 注意这个副词不要再用early 它本身既是形容词又是副词 对于那些愤世急促的人 是个有趣的悖论 对那些充满希望的游客来说 是个更光明的前景 复习句末这个get away from it all get away 动词短语 相当于have a holiday 就要度过一个假期 get away from it all 相当于have a thoroughly relaxing holiday 过一个彻底放松的假期 而不是从里面彻底逃脱了 过一个彻底放松的假期 我们看例子 you need to get away from it all for a couple of months 我说你需要用几个月 来过一个彻底放松的假期 你最近工作太忙了 身心俱疲 要彻底享受一下 这是get away from it all 把这个看清 好 后面我们看第二句话 接着看屏幕 it also provides and some student sociologists might care to base his thesis upon the phenomenon an escape of another kind 它同时也提供了 然后两个复词号中间是插入于 不充能义法成分 从这连到这来 提供什么呢 另外一种形式的逃避逃脱 这不是照应本文主 这个主题大逃亡吗 然后这个插入于里面是什么呢 并且某个 当然some 如果跟单数名词的话 发现某一个 某个实习的社会 这个社会学工作者 这个student在这做定语 可以表示实习的 见习的 你像a student doctor 叫实习医生 一个见习的实习的 社会学工作者 sociologist 他可能 妈也是推测 有可能 care to do 是个文雅的表达 像want to do 想要 可能想要把自己的论文 这个thesis 就是学术论文 那么基于这样一个受学现象 就是用它来写一篇学术论文 是什么 另外一种类型的逃避 他们可能把这个事情 当做一个现象来研究 这里面有好多好多 比较特殊的表达 第一个这个some 注意 但是某一个 而不是一些 因为它跟的是单数名词 some person 是某个人 some people 是一些人 这个注意 然后我们看这个student 注意 表示实习的 他一般做定语修饰 另外一种职业 你像 a student teacher 不是一个学生老师 是一个实习教师 a student nurse 不是学生护士 而是实习见习的这么一个护士 百分之十是实习的社会学工作者 怎么样 他可能might care to 这care注意 这是一个非常文奇的表达 care for something 或者care to do something 是书面语相当于 want something or want to do something 想要某个东西 或想做某事 care后面加for再加编语 但want直接加编语就好了 但后面都可以加动词 不能是to do 这是一样的 咱们看一下例子 would you care for a drink 你想要一杯饮料吗 就相当于would you want a drink 是一样的 在这不凡是喜欢 而是想要 would you care to go to walk 你想出去散步吗 想到would you want to go to a walk 是一样的 本文中 想到want to do 这个注意翻译 所以他是想要什么呢 把他的这个thesis 就学术论文了 那么base a on b 这个简单 把前者基于后者 把什么什么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上 把学术论文基于什么呢 就基于这样一种社会现象 phenomenon phenomenon多次讲过 这是一个来自拉丁文的一个词汇 注意单复书变化 phenomenon是单数 复书是phenomena 把on取掉变成字母a 我们还讲过像标准 criterion单数 复书criteria 都是on变成字母a 这个讲过是复习 那么另外一种类型的逃避 咱们下面接着看第三句 怎么样一个逃避呢 和我们说 the modern traveler is often a man who dislikes the splendid and bella vista not because he cannot afford or shun their material comforts but because he is afraid of them he is afraid of them 这是描述了怎样一种逃避 他不光是为了逃避日常生活中的辛勤的工作 而且为了逃避那些豪华饭店 这进一步点出了另外一个动机 为什么露营呢 为了躲避那些豪华饭店 你看这个很有趣 他说当代的旅行者 前面加定古斯德 明显还是类职 就是当代旅行者 这类人了 但是你前面的形式是单数 喂东西还需要单数 那么经常是这么一个人 什么人呢 这个who一直到这个逗号结束 这是当然一个定义从具 来修饰这个man 就是who到第二行 belavista是结束 是定义从具 当代旅行者常常是这么一个人 就是他不喜欢那些splendid和belavista 这两个都是著名的豪华宾馆豪华酒店的名字 这个知道就行了 然后为什么not和but不是而是 后面跟的两个because引导的协体字 这都是原因状欲从具 并不是因为他付不起这个钱 或者是为了躲避他们的物质上的舒适享受 comfort表示舒适享受 让你觉得很舒适的事物 but而是 因为not后面的but不能分成但是而是 而是因为他害怕这些豪华宾馆 他露营也是另外一种类型的逃避 逃避什么 逃避这叫豪华酒店 为什么害怕 他会不会解释 好 这句话里有好多一些细节 咱们也得看一看 这个not but 这个早就说过 叫不是前者而是后者 否定前者肯定后者 这个but翻译成而是 而别翻译成但是 咱们复习在22课里边 127页第11行到13行 127页的11 第11到13行复习 What is called modern civilization is not the result of a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all man's nature but of accumulated knowledge applied to practical life 那个被称为叫当代文明的玩意 并不是所有人类的本性均衡发展的结果 而是不断运用到现实生活中的 被积来起来的知识结果而已 but后面省掉了 the result of the result被去掉了 只剩下这个of 这是不是而是 我们再复习 还有第9课讲过的 not that but that 翻译成不是因为 而是因为 跟本文中的not because but because 几乎是一样的 这可以替换 not that but that 这后面更远印 复习 在尤利西斯凯撒里边的 not that I love Caesar less but that I love Rome more 不是因为我爱凯撒爱的少 而是因为我爱罗马更爱的更多 就是不是我不爱凯撒 而是我更爱罗马 这是表示原因 不是因为 而是因为 这个后面必须跟平行结构 因为not that but that 后面要跟对仗的这个结构 还有一个版本 这个后面就不要求对仗了 it is not that but that 那么前面的that不要省 但but后面的that可以省掉 这个它本身结构就不对仗 所以前后结构呢 可以用不对仗的结构 就不一定定用相同的 这个一对应的文法结构 这个就比较灵活了 可以写一些复杂句子 不是因为 而是因为 咱们注意这个翻译 三册的五十七课 重返故里 你看 it was not that I actually remember anything at all but my father had described over and over again what we should see at every milestone after leaving the nearest town 这倒不是因为我真的能记得每一件事 而是因为我的爸爸一再的跟我描述过 就是我们在离开最继的城镇之后 在每一个里程碑路标的地方应该看到什么东西 这个but在这不翻译着但是 翻译着而是因为 不是因为我记性好 而是因为我爸爸讲得清楚 就这么一个 再回顾我们当年一道考研的真题 考研的应遗憾 你看这个 如果不知道这句大佩 真的很难翻译了这句话 当年考研的应遗憾 it is not that the skills in one's case and the balance in the other differ in the principles of their construction or manner of working but that the latter is a much finer apparatus and of course much more accurate in its measurement than the former 不是因为而是因为 这并不是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中 那些棒秤 scale是多一次是棒秤 因为后面有天平 balance 跟它并列 并且在第二种情况里面的天平 他们在他们的结构原理和工作方式上 有什么不同之处 而是因为后者就是天平 是一个精密的多的这么一种设备 并且当然在他的度量方面 比前者要精确的多 不是因为而是因为 有了结构之后 这就好翻译了 好 再回答句重 他说并不是因为他掏不起这个钱 或为了躲避物质上的舒适享受 这个善是书面语 shun 善表示to deliberately avoid something or something 有意的要避免避开或回避 叫躲避逃避 shun 比如shun luxury 躲避奢华避免奢华 shun temptation 避免诱惑 shun publicity 就避免引起公众注意等等等等 这是shun 避免避开回避 这个当其用动词来用 本文中说什么 the material comforts comfort做名词用复述 在这表示使人感觉舒适享受的东西 它一般用复述叫comforts 一般用plural form 就是一般用复述结构 pl 表示复述 the things that make your life nicer and more comfortable especially things that are not necessary 就是这些东西怎么样 使你的生活更美好更舒适 尤其是强的那些并非必须的东西 就是舒适的奢侈享受的事物 叫comforts 咱们也看一些例子 在第三册44号咱们见过 这是复习 比如说hotels with old modern comforts 装备了当代舒适设施的这些酒店 什么非常柔软的大床 什么非常豪华的一些什么大沙发空调等等 舒适当代的舒适享受设备 所以比如说after the trip it was nice getting back to a few home comforts 在旅程之后 又能回到舒适温暖的家中 这简直是太好了 就家庭的让你舒适的享受的东西 比如旅程周车劳顿 一进门空调打开 坐在柔软大沙发上 打开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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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这是固定搭配 注意用复述 那么根本不是因为他掏不起这个宾馆的钱 也不是为了故意躲避物质上的舒适享受 而是他害怕他 为什么会害怕宾馆呢 看下面第四句他描述 Affluent he may be but he's by no means sure what to tip the doorman or the chambermaid Affluent he may be 这是一个主题性前置 这是为了强调把这个主语的补足语放在句手来 正常语句是he may be affluent 他可能是比较富裕有钱的 这种主题性前置是为了强调 咱们一会会说 可能很有钱 句子完了 but 引出并列句 但是by no means 这是绝不 他根本不 他绝不能肯定 绝不能够肯定 sure什么呢 那么what到句末 当然是与sure构成形容词短语的 做形容词补足语的从句 咱们说过 可以直接放在形容词后面 what to tip the doorman 就是给门童或者给女招待女服务员给他都是小费 心里没谱 这是这么一个 对吧 我们看看这里边 what to tip 相当于what he should tip what to do 这是一个从句的简化形式 相当于主语加should再加动词原型 what he should tip the doorman tip是给小费 这是动词 这句话里一个重要的知识 就是你看本文中 affluent he may be 其实相当于he may be affluent 他可能会有钱 但是你把affluent放到剧中 就没法强调affluent了 为了强调它 把它放到剧手 这种现象叫 Thematic fronting 就是主题性前置 它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剧手的这个词 主题性前置有好多不同的情况 有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在44个讲过 这是复习 比如第一个比较常见的形式叫宾语前置 这为了强调宾语 我们再复习 smoking he absolutely loathes 他绝对厌恶吸烟 smoking放到剧手 这是宾语前置 loathes 厌恶 The president praised the loyalists but the rebels he declared traitors 总统表扬了那些忠诚的人 但是那些叛军叛党 他声称他们是叛徒 The rebels是做declare的兵语 兵语前置 为了强调the rebels 但是那些叛军叛党 总统指示他们 宣称他们是叛徒 这是兵语前置 还有一个现象 叫做兵语补足语前置 这为了强调兵语的补足语 咱们也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a scandal i call it 我把这个东西叫做一个丑闻 a scandal 本来应该是call的兵语补足语 正常语是i call it a scandal 它是兵语补足语 那放到先说 a scandal i call it 这明显是强调的 我把它称为叫丑闻 再比如说 i knew you were careless but dishonest i never thought you 我知道你这个人比较麻麻糊糊 这是一般故事的事 但是我却绝没有想到 你会不诚实 会说瞎话 这个dishonest应该做thought 他的避语不足语 避语是you吗 i never thought you dishonest 放到前面 这是为了强调 这是避语不足语前置 那么本文中是逐语不足语前置 这个比较麻烦 逐语不足语前置 有的时候会引起倒撞 因为逐语跑后边来了 这时候有两个情况 如果逐语比较短 这个时候一般就不用倒撞语序了 特别是逐语是个代词 一般用正常语序 就是只是把逐语不足语放到前面 位语动词位置不变 very strange it was it very strange 就是逐语不足语 或者叫表语 放到举手了 后面逐语说it 这就不倒撞了 真是很奇怪 强到very strange not dogs but half-tamed wolves they seemed 他们看上去 根本不是狗 而像是半驯化了的狼 这个就不像是家养的狗 这是黄颜色的是逐语不足语 但是你看 因为逐语是they 是个代词比较短 咱们并没有用倒撞语序 逐语较短是一般可以用正常语序 再比如说本剧中 after he may be 也是把after逐语不足语 或者说是这句话的表语 放到了句首 但是he逐语很短 他没有用倒撞 但记住 如果逐语比较长 逐语比较复杂 一般我们经常用倒撞语序 就是把细动词放到逐语之前 不主席表结构吗 我们看一个例子 Gone are the days when China had to depend on foreign OU 这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什么日子 后面挂了一个定语从句 就是中国要依赖外国原油的 这个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有自己的油田 那么Gone就是逐语不足语 但系统次放到前面去 为什么 逐语the days 后面挂一个定语从句 早上逐语太长了 如果正常语去 Gone the days when China had to depend on foreign oil 特别别扭 所以这个定语用倒撞 本文中因为主意太短了 他没有用倒撞 好再回头去中 他可能很有钱 但是他却绝不能够肯定 what to tip the doorman 究竟给这门费多少钱 给小费给多少钱 这个what不能用how much how much尽管也是多少钱 那是问价格的时候 how much 这卖多少钱 但是具体表示 钱的多少用what 这个注意我们看几个例子 what's the interest rate 这个利率是多少 不能说how much is the interest rate 再比如说 what's the balance in my account 我的账户里边余额是多少 在这里面不能用how much 而用what 余额是什么 再比如说 what's today's exchange rate for US dollars 今天对美元的汇率是多少 what's 它得用what 用什么而不用how much 这个注意 本文中what to tip tip是动词给小费 名词不是小费吗 Doorman是门卫 Chimbermaid是宾馆里的女服务员 女服务生 给多少钱心里没谱 你看不给吧 怕别人骂自己 给的多了又心疼 该给多少钱心里没谱 不懂规矩 他不了解规矩 他不敢去宾馆 后面进一步很有趣的描述心理状态 他说了 Master in his own house He has little idea of when to say boo to a match to tell 在自己家里是主人 那么一家之主 在前面黄颜色的邪体词 是个无动词分具 无动词分具 这个知识在我们前面 那个education教育那个时候 咱们讲过 又会复习 他怎么样呢 他却几乎不知道 什么时候可以对这些宾馆的领班 或大唐经理说不 就呸 说呸 这表示不满的时候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表示不满 就是到豪华宾馆他紧张 就好像刚刚有钱的人 到了很豪华的地方 都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吃了亏了也不敢去说 呸 这个不 表示不高兴的时候 表示不满 呸 就类似于这么一样 这个when到句末 当然是冰语从句来 做借识of的冰语 就这么一个结构 首先句首 这个master in his own house 就是无动词分具 这个我们看到好多类似结构 它本身也是句的成分 但它里面没有动词 比如说 a man of few words David declined to express his opinion 作为一个少言寡语的人 大卫婉言谢绝了 让他表达意见的这么一个要求 这个人话很少 所以他没有发表看法 这是无动词分具 再比如说 writer and music lover an was chosen as co-author of the book 作为一个作家 同时音乐或者 an被选为这部书的一个共同的著作人 共同的作者 这是无动词分具 在education那棵书我们讲过 大家可以复习 那么为什么本文中 the master前面没有加冠词呢 不应该是a master或the master 因为唯一性的身份 往往前面是不加冠词的 who is captain of the team 这个球队的队长是谁啊 你也可以加the 也可不加这个的 因为唯一是 这个队长就一个人嘛 唯一性的身份 一家之主就这个人嘛 所以前面不加的 加的也没有错 咱们再回到剧中 他在家里面是主人 在家里面是大爷了 一家之主 他却几乎不知道 就没谱了 什么时候对饭店的经理 或者领班呢 发表不满意的意见 when to say boo 这个boo就类似我们的pay 咱们看这boo是什么意思 boo a sound 就是声音 made 被制造出来的声音 干嘛呢 to show disapproval or contempt 发表不满意 或发表鄙视轻蔑的 这种 就是我们的pay 就类似这么一个声音 表示不赞成 或表示唾弃 轻蔑 瞧不起这个boo 那么 本文中还有一个法语词 叫metrodotel metrodotel 就是饭店的经理 或者服务生领班 这是个法语词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metrodotel metrodotel 什么意思呢 就是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a restaurant or of the people who bring food to your table in a restaurant 就是这么一个人 什么呢 就负责饭店的这么一个人 饭店经理 或者负责这帮人的人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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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负责的这帮人 什么呢 就给你上菜的 饭店里给你上菜的 这帮人 饭店的经理 或者是服务生的头 服务生的领班 叫metrodotel 法语词汇 就是在家里 是一个主人 但是在饭店里 他很局促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能被别人欺负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就应该被欺负 是不是应该发表不满意 他什么是发表不满意 他都不知道 露营提供了这么一种类型的逃避 就印证了上文中他是怎么一个逃避 也进一步照应了第一段中的 省钱并不是唯一的 甚至不见得是最大的动机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露营的动机 好 这个第二段 跟老师就看到这